是 翹哥我們之前在日本Autopolis 為大家介紹過UX200 所以這一次他們推出了 UX250H Hybrid的版本 那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當然就價錢嘛 Hybrid一定會比較貴一點 對可是現在開出一個 延長開出一個很沙的價錢多少錢 好可怕 149萬 你149萬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應該這樣講 等於是多10萬 你買油電多10萬 可是多了三個東西 哪三個 一個電動尾門 然後一個keyless 然後一個是雨滴感應式的雨刷 對這三個在入門版是沒有的 好這三個加起來多少錢 10萬 對 那等於是你買這台車 Hybrid系統等於是免費 對阿 它和一般的200的版本比起來的話 那你從內裝可以看得出來 Lazer是很明顯的操作就是 它不能把 譬如說假設很多人說 這個前面這個數位螢幕怎麼那麼小 或者是說可能它會選擇說 沒有天窗 沒有抬頭顯示器 你想想看這些東西如果堆疊上去的話 它可能會打到它的哥哥 NX嗎 對 所以它一定要把配備縮減價錢降低 讓大家用比較入門的價錢 親民的價錢 就可以買到Lazers 而且是全新四代的車款 然後加上這台車 因為它是第一台搭載2.0的油電 所以對於很多人來說會很期待 所以是一般有電 那關於來先啟動引擎 好 那關於你看整個儀錶板 包含了方向盤 一樣有你很愛的右邊這個 這叫什麼 就是LSS Plus第二代 第二代 所有的安全配備都有 包含了ACC啊 車道便宜 車道維持啊 這些都有 不過很可惜一個就是這個沒有 盲點偵測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日本問了原廠 台灣我又問了好幾次 為什麼盲點偵測 對 比較為什麼不順便上去 他們說就是現在都沒有 嗯嗯嗯 那包含了 有些人少部分人很愛的天窗也沒有 可是它是黑色的徹底棚 然後再來就是氣囊數幾顆 有8具SIS氣囊 對8個氣囊 所以巡機系統8個氣囊 加上高階的主動安全 LSS Plus 2 這些東西都是標配 而且全車系都一樣 還有我最愛的 加熱 今天很好用 今天就很好用 覺得好舒服喔 關於還是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它整個內裝的布局 嗯 首先上方的這兩個耳朵 這個從LC開始就有了 只是它的功能沒有LC那麼多 有循跡防滑的CB 右邊的話還有三個模式 是的 有Spoor Normal 跟Eco的模式 Eco模式 對 那這三個模式它大概會控制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引擎出力 第二個變速箱換檔的時機 再來一個就是你現在雙手握著這個方向盤 它沒有電子避震器 好那儀錶板還是單元式的 嗯 很多人說為什麼不是那種會變來變去的 那是F Sport才有吧 不是那個基本上啊 這個都是成本 好那方向盤一樣真皮的 然後上面按鍵其實該有的都有 只差一個沒有什麼 就是 後面這個 後面的換檔撥片 換檔撥片 可是在F Sport其實是有的 但因為Hybrid本來它就是以節能為主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兩張座的座椅 我覺得UX這次最成功的地方喔 它雖然是比較入門的Lazos 可是它整個座椅的設定喔 我們講電動的調整也好 或者是你乘坐起來的感覺 它的包覆 對包含了支撐性啊 還有腰部 包含了舒適程度啊 所以你看到UX它的整個座椅的乘坐品質是很好的 對而且你看它非常耐用 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設計 在我們的座椅的這個椅面上面 對 甚至於在椅背上面都有 對 然後再來就是排檔機坐附近啊 後面當然還是有些手寫板 比較特別一點就是這個地方 像滑鼠一樣的 對 這是第一次用在Lazos上面的喔 它變成以前那個直覺操作系統取消了 有一個軌跡球取消了 改為按鍵式更好去做操作的 你看看它我們檢視它的內裝配備 安全 該有的配備 雙虛紅空調 真皮的內裝 真皮方向盤 加上歐多厚啦 以及一些基本的影音需求 對 大概就差在什麼 我們期待未來 不管是Lazos或TOYOTA 會比較不會 嗯 聽說2019年回 現在2019了 很期待啊 那很多人都會考量說 UX啊 既然它是一台修理車的話 如果要全家人來使用 那後座的空間 甚至於在後期椅上的空間 表現怎麼樣呢 對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接下來兩座椅的空間 真的齁 我先調好 我先調好 焦惟哥你真的有這麼 不是我要調到我 你開車的時候真的是這樣嗎 沒有我還沒調好 我調好之後你看 手動調整的方向盤 盤電動椅 好我現在是這樣 你現在多少 那我現在這邊 算一個拳頭 三個指頭 啊頭部呢 頭部的話 頭部的空間 欸頭部的空間還不錯耶 有超過一個拳頭以上耶 還不錯 那車窗的壓迫感會不會重 其實車窗的話 它的 你會發現那個車窗的名字 稍微有點小一點點 可是其實在視野上面 我覺得還蠻OK的啦 然後包括了後座椅的部分啊 它的質感一樣跟前座椅一樣 還有兩個冷氣的出風口 甚至於還有兩個可以充電的充電源 我覺得還蠻好的耶 它有ISOFIX嗎 ISOFIX有兩組的兒童安全座椅的ISOFIX 所以基本上坐在後座的 也沒有想像中大家說 好像後座非常擁擠喔 而且家瑋哥他坐在前面喔 如果我是坐前面的話 你特別強調坐在前面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坐前面後面的空 你就直接講有一個胖子坐在前面 好當然買這類車型最在意就行李箱空間 冠儀今天很貼心的準備了三個行李箱 我不知道能不能塞得進去耶 不過我們要開之前 因為它有腳踢感因為我們 對 冠儀來試一下 鑰匙記得要戴在身上 是的 就可以打開了 打開和關閉都可以用 也可以用遙控器 也可以用上面這個按鈕 這個非常方便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它的行李箱空間 行李箱空間容量多少 這個是325公升 為什麼它比較小 因為它下面其實有備胎 但如果是F-Sport的話372 所以會比較大一點點 可是如果說大家比較大一點的空間的話 其實可以把後面的座椅被打往前清 然後可以到1000公升 對你看我現在拿上去 有幾個關鍵 第一個 它的開口比較高 對 如果今天你是出國回來 滿窄的情況下 你要拿上去 就會比較費力一點 是 好那拿上去之後 你會看到就是 整個心理箱的空間 它的高度不夠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下面 對 有換胎工具嘛 加上備胎嘛 對還有備胎 所以它這個地方的空間呢 高度是不夠的 嗯 所以會造成就是 你沒有辦法堆疊兩個 大的 可以拖運的箱子 因為你這個如果放上去的話 如果放上去的話 可能門的地方沒有辦法蓋 對啊 可是因為我覺得它是礙於造型 你要很流線 然後行李箱要很大 這一定不行 好 可是可以放一大一小 可是下面這個地方可以放一個比較大的 就是說最大的行李箱 最大的都可以 對 然後再放一個登機箱 其實是可以的 平整性表現是很好 加上你被倒瓶之後是OK 然後加上旁邊還有很貼心的掛鉤 以及電源供運都有 嗯 只差在就是它的高度 嗯 這個高度 如果說你很在意這個高度的話 可能就要買F-Sport 但如果是媽媽拿那個奶瓶啊 或什麼東西的時候 它直接就這樣放 對 如果矮一點的話 還必須要再彎一下 這樣也是有道理 好來關於來試一次 好 再試一次 對 聽話齁 好 沒有技術的 出花 好 我們現在出花來試一下 當然妳在低速的時候 一定是存電的 我聽一下真正的聲音 我覺得這很像 有沒有 其實這樣很安靜 很小聲啊 非常小聲 地下室會聽得比較清楚 在比較安靜的環境 其實聽得比較清楚 對 好 妳看我們現在都是 純電動機的事 因為它的電瓶 我們來看一下電瓶資訊 有 現在還有四格 所以這個時候 妳可以看得很清楚 看到沒有 現在是電給前輪 如果油門才深一點 有沒有 有 紅色的跑出來 就是引擎也給前輪 代表它是前驅 可以看到電瓶在後軸 附近有沒有 所以表示就是後面的重量會比較 後座 這個路是我們常常試車的路段 因為它可以模擬就是 非常爛的柏油路 也可以講說可以模擬歐洲的磁磚路 那種感覺 那這個路會測幾個地方 第一個 輪乎的噪音 第二個 你避震器處理 一直傳遞到你的臀部 座椅 一直傳遞到乘坐者的感覺 然後加上有幾個剪柱板 所以車輛的組裝品質好與壞 隔音做的不好 避震器軟腳 都可以在這邊測得很清楚 而且速度不用快 慢慢的就可以 現在變成已經是各大媒體 來這邊試車 都會來這邊試車 那在這個一般路面行駛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輪胎的滾動的時候 噪音一直的表現 還是有Lacos的水準 我看網路上有些人寫說 它的質感沒有達到Lacos的水準 可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成本的考量 所以它在內在 就是我們整個行車路感的感受 它不會不像Lacos 其實這樣就好了 這個才是重點 因為你不能拿它跟200多萬 300多萬的Lacos 才做比較 你這樣那些車怎麼賣 如果每一台車都一樣的質感 一樣的材質 一樣的配備 那那些車怎麼做完啊 Lacos每出來一台車 前面的車都不用賣了 是啊 所以它基本上 它雖然配備沒有給的很豐富很滿 可是 第一個是全新的油電系統 第二個部分就是 行車的路感表現還是很棒 還是Lacos的品質 你看現在電瓶剩三格 它就開始在充電 有沒有 然後引擎就啟動了 所以基本上它在低速 或者是說在滑行 或者在煞車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回充電 就會 其實行走行進間還會 只是比較少 煞車回充效能是最好的 那它可以強制它純電行駛嗎 可以 這邊有一個EV mode 按下了EV mode就可以 可是你看我IH這邊告訴你 它說現在無法切關到 因為充電不足 如果說你現在電池是滿的話 你按下去的話 它就可以達到EV mode 所以一般如果我們在上下班的時候 如果你都在都市裡面行走 幾乎沒有用到一滴油耶 沒有 基本上它的純電行駛的里程數很短 所以你基本上還是會 它不是park in 所以你基本上還是會用到汽油 只是很多人對Hybrid系統它會誤解 它會誤解說什麼 就是我可以達到很省油 我可以純電動行駛 其實Hybrid系統的真正的用意 並不是這裡 不管是Lazos或Toyota 他們當初在創造Hybrid系統的時候 他們的重點在什麼 不然我跟妳分析一件事情 給妳聽 假設從這一點 我們現在從A點到前面的B點 你預期要達到的速度 然後去踩你的油門 油門假設是這樣子 假設你如果存NA或渦輪 假設它的油門深度要踩這樣子 Hybrid系統只要這樣子 你有一部分它是電 其它是油 那你這樣的話 你踩油門深度就可以比較淺 對一點點 那引擎轉速低 造成什麼 噪音就會小 油耗就會好 這個是Hybrid系統它誕生的目的 可是相反的 如果今天是Plug-in 或者是存電 那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可是那個對於我們來說 還有點遙遠 為什麼第一個台灣的充電站不停 是的 所以 油電系統是 很多人覺得說 油電系統為什麼 我的存電行駛力層這麼短 其實那是錯的 它的重點就是輔助動力 讓你的車輛擁有兩種動能 一起啟動的時候 可以讓你的油耗表現 以及你的油門深度可以比較淺 為什麼很多人說Lasers的車 看起來質感比較好 因為它組裝平時少 可是重點就在於就是 如果今天你拿一台 一樣性能數據 可是NA或渦輪增壓 沒有油電系統 它也有油電系統的 因為它的引操音降低了 你同樣達到110高速公路 油門只要一點點 它有時候都是靠電 你這樣的話 你的引操音降低 它的質感就會提升 所以它就可以輔助了 為什麼Lasers 在全球那麼成功 尤其它的Hybrid系統那麼成功 這個是最主要的關鍵字 難怪他們預計說 這一次Hybrid推出 他們是主要的主力車款 其實他們現在以後都會是 如果它的電池的效能 以及保固 能夠讓消費者安心 那我覺得未來 Hybrid系統一定會是 這個車廠的主力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